呈現了一個接收器完成兩個裝置的傳輸 再也不用擔心接收器搞丟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森 歡迎收看本集的開箱母陌生 我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產品呢 是邏輯新推出來的矮軸鍵盤 G515 Lightspeed TKL 究竟有沒有料呢 我們開箱就知道 外盒可以看得到上面標榜的就是 薄型的外觀無線遊戲鍵盤 也就是玩家們俗稱的矮軸了 這次入手呢是中科的觸感軸體 用的是Lightspeed功能附帶一體是2.0 以及支援的是RGB 一個掀蓋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得到 左上跟右上都有使用說明書 以及鍵盤的本體是用的一個紙包裝來包覆的 走的是環保的一個路線 這樣就可以看到我們鍵盤的本體了 80%的鍵盤常見的TKL配置 目前推出兩個顏色白色和黑色 而我這次入手呢是白色版本的全塑料結構 左上方三顆按鍵 無線藍牙遊戲模式 而右上方的燈式呢分別是Caps Lock 以及電源 開關位於是右上方的切換式開關 然後Type C0接觸呢位於左上方 長368寬150 高度是22 那鍵盤本身呢是有內附吸音減症泡棉的 大面積的斜紋 5個一條的止滑線 而高度調節打開來之後呢 你也可以看得到它的止滑條 而USB接收器則是藏在了背後 兩段可調節是高度分別是4度和8度 重量在移除USB接收器後呢是870克 放上去USB接收器之後呢就會發現是官方號稱的880克了 不算是把輕的鍵盤喔 不過重量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而且有一定的重量在結構上面也比較堅固 能夠堅固打字的時候呢 鍵盤不易晃動偏移 和羅技自家之間推出的矮軸鍵盤G913有很大的不同喔 鍵帽呢從原本的ABS鍵帽 換成的是薄型的PBT鍵帽 有良好的觸管和防滑紋的表面喔 我自己個人非常的喜歡指尖碰到這材質的手感 非常的舒適 中科鍵帽也移除了G913中科上看到的倉截版本喔 使得鍵帽看起來呢是更為的俐落 G51U採用的是羅技自家的GL軸體 而GL軸體呢總共分成三軸 分別是觸感軸、線性軸和敲擊軸 我們這次入手的是觸感軸 你大概可以顯像成是傳統的 插軸、紅軸以及青軸了 而觸感軸總形成是3.2mm 觸發呢是1.3以及按壓45克 我自己常用的機械式鍵盤大約是3.4-3.6mm 對比矮軸有很明顯的觸體感喔 主要是矮軸的總形成很短 幾乎不會有明顯要碰到觸發點的感覺 十字菊花象徵著你可以更換鍵帽 但換上了OEM高度鍵帽後呢 就有點喪失了矮軸的打感了 而多了可更換鍵帽這一點也增加了玩家的可玩性 全膚色的設計 像是按壓ESC或是方向鍵這種沒有凝聚的按鍵 有時候按壓到按鍵邊緣會有一點搖晃感 但普遍使用在主按鍵區域則是沒有明顯的晃動感受 而羅技自家的GHUB軟體呢 是可以用來操控所有的RGB配置的 要記得說RGB配置能夠透過這個軟體來做設定 連上Shaba後就可以看得到電池的壽命和連接的狀態了 而鍵盤本身內部也有記憶體 設置好了之後呢會保存在鍵盤的上面 可以透過Key Control制定每顆按鍵的功能 這個功能目前只有羅技的高階鍵盤 Pro X60以及G5U擁有這項新功能 LightSpeed升級成了2.0 實現了一個接收器完成兩個裝置的傳輸 再也不用擔心接收器搞丟了 而我們手上的這一顆G502X Plus 也是有著LightSpeed 2.0的 那體感上呢是建議可以使用滑鼠的接收器 以減少到滑鼠的重量 配上羅技可以賣十年的經典不敗白色款G502做個搭配 外觀上同步白灰配置相當的好看 軸鍵盤的打感對我來講呢是非常新鮮的感受 整體打起來的感覺就真的很矮 然後打起來非常的輕盈 那這種輕盈的手感呢 在一些需要長時間進行按壓操作的遊戲上面會省力非常的多 像是我的APEX 一直很常按壓著跑步配合滑鏟 那這種大地圖的大逃殺遊戲要一直跑來跑去的 使用傳統輕軸鍵盤呢 玩大概4個小時以上 我就會有明顯的手痠的情形 主要是長壓SHIFT的小拇指會有明顯的乏力感 力竭後續很難辦到精準的連續點放 而像是PUBG這種需要左右擺頭的遊戲 使用QE擺頭的射擊 在視力上手指不會有太大的負擔 操作顯然輕盈、輕鬆且優勇 那在休閒的情境下 優雅的原神啟動 也沒有任何的問題喔 那在過深淵的時候呢 需要頻繁的切換2、3、4號位打出元素反應 再切換1號位的主C AAA 休閒電競都是兩相宜的 由於矮頭鍵盤呢 就是它的總行程短觸發快 是很多電競選手的愛用好物的 如果以職業選手為例的話呢 像是特戰1號的職業選手 NRG的Sound 或者是曾經的爆頭機器Screen 還有是CSGO的三洋 GOLD SIMPLE 其實之前都是使用 邏輯的矮頭鍵盤 G913 TKL 我想如果是想要入手 邏輯矮頭鍵盤的玩家 應該會在G515還有G913之間 做一個選擇 那整體而言啊 G515它是一個更具性價比的產品 它少了G913的法式文上蓋 還有是大型的音量滾輪 以及它的眾多多媒體按鍵 它大部分的一些操作 G515都需要透過Function券來做完成的 但是各位千萬不要誤會啊 G515並不是一個什麼都比G913少了一點的削弱CP值版本 G515它移除了特規的鍵帽之外 還多了PBT鍵帽 算是給玩家們增加鍵帽更換上面更多的可玩性了 而且它的售價呢 也比G913來的更為親民 如果你沒有無限的需求 其實也可以考慮有限版本的G515了 可以更省一點荷包喔 我覺得邏輯這次推出來的G515 算是給很多喜歡矮軸的玩家們在市面上又多了一個更新的選擇了 好以上就是這一部影片的內容了 希望你會喜歡 也希望提供給各位 想要入手矮軸鍵盤的朋友們當作是一個參考了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訂閱並且開箱鈴鐺 影片會接受我的更多的開箱內容 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阿聖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